保理人南川里一条航空 今天是再去发行放山 出来拨两头热到团地的既民出一个道路 让十多个人家对外交通是一度重振 设言公司今天来进行秋收 已经回国通向 但是既民希望上官团委 要拨近来整地放山的山边 表面再见继续拨拨 那里不知道 我面前的山顶都拨下来 放下来拖着只能让整条道路拨掉 既民想要过没办法过 只能站在道路上边头单胎 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可以出离吗 不能出离 回来时间就要好好 来面前大几核 去八核九核 所以都没有出十多条 我没有出十多条 我记得说我刚才的烦路 七段没上半山就崩起了 很快就要 我说我快点 四个人就要我们工作开口 七月的方 我带我快点来清卸 大家拨一下 会拨就好了 既民拿着拨桌 凑掉一些像既民共开出一条路 可以让人用走通过 来到山边上往下看 整屁山边出头 大陆土就在大厚 穿山支撒整个帮下 这个地方是当地既民的餐馆 既民免不了的烦恼 经家困惹是通行的安全问题 我怕我没什么都要去怕 怎样说 怎样说 这边就放下去 离当痛 这样才会 要反而影响到家吗 离来这边又离开了 這條路每年都有煉酒頭 但是不像今年那麼嚴重 當然我們這兩年也一直在設計的政策說要改善 要不改善就看到董會 會來做保固 或是固定裝 或是說要做地毛 不然這個滴滴板就真的 我知道他拿酒頭 如果他家裡 我知道他會合適 說實話 良心味 為了人民的安全 政府會極限重視一點 保理頂公所接到統帝以後 盡快就調派人員前翁唱首 解割當地將近10號人家出接的問題 頂民代表盤英輝表示 這個所在過去很容易出問題 如今大號造成更加大的方式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進行整體鋼廳 表面日後又造成更加嚴重的災害 接下來我們請請蔡芳報道